大哥你是老媒体人 你对媒体其实一直有一些 我很尊敬的美咖 也有一些我很认为 你坚守一些价值 你觉得这件事情 到底算不算渗透 就是说 中国来对于台湾的 政论节目下置入 然后置入一些他们的 喜欢的角度 它算渗透吗 如果是新闻部 政论节目 这个就叫渗透 对 那如果是节目部 或业务部 然后这个根据反省透法 从美国澳洲 还有我们反省透法 对于观众要负责任 你要揭露 你背后的来源 我们是民主国家 对 就是 你一下就讲到美咖 就说你要置入 你就大方的嘛 本节目 因为我们一般都讲 我们这边是置入的 本节目有什么冠名赞助 有新华社冠名赞助 可以啊 因为纽约时报 当时的时候 反省透法 就是纽约时报或什么 要揭露资金来源 他们有一些报道 对不对 那是业务不接的 对 然后做的像编稿一样 对 所以美国定了 所谓的反省透法 对 我们反省透透法 也是这个精神嘛 对 我们是民主国家 然后我们现在 没有法律多 你已经是违反的 没错 那怎么办 要让观众有知的权利 阅听群众里面知道 这是怎么来的一个内容 对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问题 就是看它是什么布的 但是我知道好像 台湾有很多节目 是把它放到节目部 这个东西 这里面其实 严重的问题 就放在哪里 这个东西叫做 独裁者的进化 利用民主 来摧毁民主 摧毁民主 它里面其实两个目的 还是红色渗透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认知作战 那其实我们台湾 合法的都可以来租 但是会特别的是 因为我自从当年 九年前说输辽零号 是废铁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记忆 被拒绝了 对 那个特殊在哪里 我们可有这么多摄影棚 电视台 还有很多民间的 对 但是你会去那几家 不是有九家吗 对 但是你会就在一栋大楼里面 上上下下 就在那一栋大楼里面 就是特定的电视台 其实上上下下是很诡异的事情 对 就是 我讲去南天 我在3D这么久 我直到当主持人 我才去过2楼 2楼是餐厅 对 7楼摄影棚 8楼 B1摄影棚 8楼是书号 我当来宾就只去过这几个地方 你能上上下 要到每一层是很诡异的事情 这个是什么门 上楼去 楼下去的话又是什么 那个亚 对 而且很多新闻台的主管的那一层 其实一般人不能进去 对 可是你就是 他们的摄影棚 就是刚好特定的特定媒体 对 特定的一两 几家而已 对 你就在楼上楼下跑 对 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点 那你也可以合法嘛 对 你就揭露 揭露是第一个 租用办公室或者 但是下指导题 这个东西就是过分 再怎么样都不能下指导题 然后驻台人员也不能 直接下指导题 你可以跟记者聊天 但是你不能跟总足笔讲说 你的这个文章 你给我报道什么角度 对 今天的足笔 那也不能跟老板讲说 老板去跟足笔讲 那就不是新闻自由了 对 那微信里面 连结加微信很正常嘛 对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们都从来不肯加LINE 微信他们资料才能控制 大陆的LINE直接到大陆那边会删掉 对 所以只有微信能通 那邀言有很多 那至于另外一点呢 争取记者名嘴主持人的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他们还欠我好几一堆人民币嘛 对不对 鸡家酒叫你去北京里 我就是不去 哎我坦白讲 我报个了 我以前 因为这四年不可能 我后来被开除了 我以前有人跟我争取 叫我写稿费 你们猜猜看一篇稿子多少钱 三千美金 不是啦 干什么知道 三千美金是公定价啊 三千美金的 是公定价啊 七百到一千字的 对啊 公定价啊 我原本 那是我在国民党嘛 我想说没问题 反正我就写我的评论 我听到价钱我就不敢接了 你会害怕 他会啊 他有三改权啊 不是 我写评论投书 你给我稿费 这正常 我写我想要讲的嘛 我分析 我看到价钱谁敢啊 对啊 所以 这一个部分 三千美金有红 你心不心动 十几万块 十万块啊 随便写几个字 对啊 他要你的名字而已 这个部分 他给我交朋友而已 他也不叫我的名字 这不是交朋友 那是交业绩 对啦 这是他们跟你邀了以后 跟上交业绩 我千真万确 我那时候还有留 微信的对话记录 我根本不敢去跟他联络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是 个人自我的一个奋进 对 然后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 要非常警惕 就是 我讲有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就是 他捡你一小段 对 捡你一小段 然后在台湾 你还可以抗议说 你把我乱捡 是 他们那边你没从抗议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是 一方面呢 法规上有 但是现在有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反渗透法 那个精神 揭露 对 我们要求揭露 对 因为你可能是业务单位 直接的案子 对 你可能是节目部的节目 你就讲清楚就好 讲清楚嘛 新华社冠名 但是就是 变节目由新华社冠名播出 这个要揭露出来 是 好 那这件事情呢 刚刚刚我们有说 那个李正浩竟然坐 坐 坐起来 刚才跟大家聊天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本节目 我们九十二科都就是这么free的节目 对不对 有李正胖怪评播出 有李正 哈哈哈哈 那要付钱耶 不是嘛 这种 这么chill的这段节目 哪里看得到 对不对 现在线上了 一万五千人 再吹两千人出来 Grace如何在尺度内 我跟你讲 不攻击同业 我的大前提 不要攻击同业 这个范围内 讲一些网友有兴趣的话 Grace 没有我必须要讲啦 因为这个 疑似这个 这个节目啊 我去过一次 哎呦 我一去的时候 因为我就习惯了 等一下 你是当事人 还好好聊一下 你有没有听到 中国口音的人在现场 没有 因为有可能是我一去的时候 我就自己开自己的车 然后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去一次就没再下一次了 哈哈哈 他给你的脚本 你不理 对有可能马上就被名单中 自己删除了 你们那天 你那天讲什么 不是啊 你那天是不是走错棚了 我那天第一次去 因为那个棚很特别 他加日之后 整天天是才只开一个棚 对对对 就加日那一个 然后我就去嘛 是 对啊 那我 我去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本 也有什么 但是 我还是讲 我是因为我忘了打开脚本 然后那你Q&A 我就直接讲 这样子 他那天谈什么题目啊 因为我 比较中心 所以我还是在讲这个 柯文哲就是贾老二啊 哦 因为那时候选完嘛 没有没有 后来 后来 这件事情后来有那个 有 就是凝聚 因为他说是祖国点菜嘛 他们有说祖国的菜 是可以接受骂柯文哲的 对 对 所以我就是 贾老二 因为那时候刚选完嘛 我当然就要冲一波贾老二啊 你就要宣传他是贾老二这件事 我就很认真在讲贾老二 确实我旁边有一些哥哥们 他们就讲一些中国议题各方面 但是我没办法对上 因为我没在看 是 对 所以可能就上这么一次 哎呦 线索加一哦 可能就是因为不可叫化 Grace只上过一次的节目 对不对 又可以线索加一嘛 那我是真的觉得啦 就是赚钱还是要 暂值的把钱给赚 这样会比较好 像我们郑浩哥哥一样 赚个刚好赚台币就好嘛 而且我真的就不得容许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媒体有人如果把 这个手啊伸进去一点点我觉得都不行 对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 玷污了我们媒体的 你没那么清高我呸你 你扫在那边 这就 我坦白讲中国如果不是敌国 对啊 赚人民币刚好而已嘛 你可以赚日币赚美金 为什么不能赚人民币 啊我们英文也差 日文也差赚赚人民币啊 可变成中国是敌国家就不答应嘛 对啊